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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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又不認識秘書長的 可以舉手一下再繼續鼓掌 謝謝 來 謝謝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 早安 今天的臉和長不相同 到明天你們的笑臉會更多 我相信經過長兩千塊之後 你對台灣不是全懂 但是皮毛開始會覺得 嗯 有一點不一樣 你知道我已經跟各位說到 在十歲之前台灣有參加 現在台灣建書 建書是美國給我們封鎖 照建政我的規定 誰封鎖你 誰就會在這個地方給你 占領 給你占領 全世界都這樣 美國跟英國去封鎖伊拉克 然後美國跟英國去占領伊拉克 但是占領伊拉克 他可以改變伊拉克嗎 不可以 別人說我封鎖伊拉克 然後給他改名 叫做克拉伊 不可以 伊拉克也是叫做伊拉克 封鎖伊拉克 要怎麼處理 就是在美國在這個伊拉克 要成立伊拉克軍政府 因為從原來政權把它推翻 然後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 但是剛才這個新的政權 在軍事上要有一個軍政府 這是美國軍政府 可是美國軍政府 他要處理伊拉克的事情可以嗎 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這個軍政府 你沒有辦法處理民間的事情 人民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軍政府 一定要在伊拉克 成立伊拉克民政府 不是只有伊拉克一個地方 全世界所有的建政 經過建政的 都一樣 琉球1945年4月1號 美國開始開兵2000幾隻的軍艦 攻擊琉球 從琉球 征服 和獻領 建政權裡面 沒有講說 哪一個國家打贏 哪一個國家打輸 這個贏輸這兩個字啊 在戰爭法裡面沒有 而是用征服 而是用征服 勘愧 政權 我把他政權 就是我政給這個政權 從這個政權來的政權 把他消滅 你把他消滅 以後這個 讓你占領的地方 一樣要成立一個新的政權 那這個新的政權 就是由當地被佔領的人民 自己所組織的政府 叫做伊拉克民政府 那軍政府跟民政府之間 他不會說 從武力術以來 軍政府跟民政府都不會合 永遠不會合 劉球也是一樣 當年的劉球 去向美國占領的時候 美國也在這個地方 成立美國軍政府 也同時成立了 琉球民政府 那琉球有幾個島 他一個島成立一個民政府 一個島成立一個民政府 一個島成立一個民政府 然後再將這七八的民政府合起來 叫做琉球民政府 這是建政術裡面所說的 我們回想台灣 台灣剛開始第二次世界大陸 是美國把我們訪著 美國建議我們打敗我們 他打敗日本就等於打敗我們 那打敗我們 在建政的這個戰爭史裡面 戰爭法裡面 美國要親自佔領台灣才對 因為我們現在所看 好像不是美國 我們是什麼人 是中華民國 老蔣在麥克阿社 1945年9月2號 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的時候 蔣介石奉命來佔領台灣 但佔領台灣 不能夠改變台灣的主權 但是那個時候坦白講 有一個人發揮了很大的功力 宋美齡 宋美齡 宋美齡其實他是美國人 他跟美國很多的參議員 都很好 在那裡託很多美丸 同時呢 他替蔣介石求情 說現在中華一個無所在夫妻 你讓他留到台灣 當然剛剛開始的時候 中華一舟走來台灣 1950年12月底 跑到台灣的時候 美國確確實實曾經發動想要將蔣介石驅逐 那時候聯絡印度、菲律賓、澳洲、英國 叫大家都派兵聯合 其實美國主要他要派兵 要將蔣介石 幫他趕走 要趕走去 趕走去海南島 但是這段都是 後面都變成機密檔案 那時候怎麼不趕 因為1950年6月25號 憲政不法 憲政不法 6月27號杜魯門宣佈 台灣的地位未定 台灣如果要決定 台灣後面要走 要担到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以後 才來決定 什麼人決定 美國決定 誰要美國決定 美國是台灣這一塊地的征服者 這就不一樣了 所以1950年的6月27號 發生韓戰以後 25號韓戰 27號杜魯門公圍 蔣宋美齡 走去美國跟美國說 你美國怎麼那麼傻 你何必出兵 就掌握在台灣 他就利用這台灣人來做兵 來做美國 你的第一道的防線 這樣不很好嗎 替你美國人做兵 讓美國人不必犧牲 他用這一點理由 讓說服了美國的參眾議員 所以 如果中概就在台灣所做的 所有的非法的事情 美國都漸漸都不會說 包括說 1950年叫我們台灣人去做兵 台灣人亡公公啊 1945年 美齡就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不做兵啊 為什麼不做兵 我們是戰敗國啊 戰敗國你戰勝國 哪裡有叫戰敗國的人 去替你戰勝國的人當兵 所以這個時候蔣介石 他們整個中國集團想了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改變本土台灣人的頭腦 跟你洗腦 那時候怎麼洗腦 跟你說 林田主席這些台灣人 都是我中國人 過去為中國走來台灣 中國是大家人的祖國 因為我們那時候傻傻嘛 剛開始的時候 1947年的二月 228日日日日 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 228事變的時候呢 大屠殺嘛 台灣人所有受過 國典交流的 幾乎啦 百分之九十都台式了 年代三十八年的 白色恐怖 什麼叫白色恐怖 就是說 你在家裡你跟你的朋友說話 親愛說一句話 明天你如果沒有反應 你跟他檢視說 那人是共產黨 他就放下去 放下去 你不用煩惱說你不會承認 就把你打 把你承認 有人是不承認 打兩個就生意了 生意了什麼 槍斃 所以在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之下 台灣人開始癲癲 我相信我們的父母都不要跟你說幾句話 小朋友有魚沒嘴 我看全世界沒有人說 小朋友就要跟小朋友說 你有魚沒嘴都不要說 小朋友不要插整理 有飯好吃就好 台灣人都變成這關係 接下來他用這個教育 切斷來改變台灣人 給你看看 後面現主席來說 現在已經六十八年 六十九年了 媽跟他有一個醫生叫做林瑪莉 他就說 奇怪耶 這些台灣人都來驗火 他說你來驗 驗了兩萬幾的人 驗驗他說會計算 你這個火裡面 比例啊 由中國人的比例 不到百分之一 不到百分之二 你這樣台灣人哪裡是為了來的 我跟各位說 很多國外裡面的歷史庫文都這樣寫 其實台灣人啊 都是平埔族的啦 都平埔族的 啊平埔族的 是有住在山上跟住在山下的 大部分的人 現在現主席你看到這裡的台灣人 大部分都是平埔族 火裡面的檢查都是平埔族 啊這平埔族有一個得點 特別得點 平埔人啊 那些人啊 傻傻 傻傻是難聽的啦 啊如果比較好聽的話 高義 你想想看 你有高義嗎 你覺得你高義會拿手 你覺得你沒有高義會拿手 啊世間有人說自己沒有高義 你看看 這實在台灣人很奇怪 台灣人都高義啦 啊我是跟台灣人跟你說傻傻啦 啊台灣人啊很老實 啊台灣人喔很奇怪 這個現場都很輕的 今天跟你說一說的 台灣人都說 好騙 壞家 有嗎 台灣人是這種個性 所以我今天跟你說的 上課跟你說的 你不一定要相信 你要去看書 看主義後 你只要對你自己個人 來檢討 台灣人既然是平埔族 我們有一句話嘛 我們俗語說的 說台灣啊 有當三公 沒有當三嬤 有嗎 什麼叫當三公 以前從中國來台灣呢 台本都是男子的 所以在1895年的時候 4月17號 簽那個 那個做馬管教育 五歲七八 這個馬管教育的生肖 日本田農下令給你台灣人 兩年輸過去 就是說 你願意做台灣人 願意做日本人你老的 你如果沒想要做日本人的 你東西不賣 回到中國 他不跟你搶 那當初的人口多少 四百萬 差不多一千三百幾個 財產不賣回到中國 但是回到中國 沒那麼半年 一千三百二十幾個 怪怪又從中國走來台灣 他說我要來做日本人 因為回到中國 沒辦法像我 所以他要回到台灣 台灣人 坦白說是一個民眾 如果說我們是民族的話 是一個混血的民族 有荷蘭 有西班牙 有日本 所有有中國 所以台灣人 你要看 台灣人有很多人 個子很高 尤其是南部的 個子很高 皮膚比較白 那種的台部都是有南流什麼 荷蘭的血統 也有很多日本人 那時候他賣回去 米在台灣 改名改生 都做台灣人 現在孩子 所以你有家庭 你覺得很奇怪 這個家庭怎麼都會說自己 老婆老母 阿公阿嬤都會說 有很多台灣人 要學自己 那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台灣 真真正的歷史 是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的時候 台灣人 也有事為說 因為教養嘛 中國人跟你說 阿你們是都為中國人 你不要述典望族啦 你不能忘記你是中國人 其實 如果要嚴格來說 台灣人應該是什麼 是日本人 不是中國人 中國 其實跟我們台灣 在法理上 是完全切開 馬關條要永遠割讓 台灣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有給你兩年 十五個月 他說 你想要留在台灣的 你留的 那不想要留在台灣 你也要離開 所以一直到 1937年四月 找他 日本天皇 全補台灣 這個土地十四豐民法 你既然要做日本人 你總會要說一尾 要說一尾 要說日本的習慣 那叫做豐民法 所以一直到1935年四月 找這個土地的習慣 憲法 憲法的習慣就是 日本本土的日本人 和我們台灣人 隆重變成 一樣的日本人 第二一樣 所以台灣人 從台灣開始有參戰權 還有參政權 台灣人可以選五個 眾議員 三個參議員 去日本參加會議 你有的人說 1935年四月初一 1935年八月十五 日本投行 和四五百歲的人 不尊勝 誰人跟你說不尊勝 別說不尊勝 你今天和你太太和你先生 結婚 定期 這種的婚姻 鬱鬆嗎 你想 你覺得這樣鬱鬆的夾手 你覺得不鬆的夾手 我看你也不敢說不鬆 你跟你媽媽說 結婚一天 我們就不贏 那要離婚 要離婚 還要競貴手上 對不對 那去年結婚了 已經定期了 交付 下這個 招數啊 台灣人已經變成一本人 不管是一天兩天 沒關係 也是變成一本人 所以 在法理上 我們台灣人 已經變成日本天皇的 風民啊 所以日本人 很多來台灣最好 我也你跟他們說 我跟他說 因為麥克阿瑟 在1947年 改變他的憲法兩條 第四條和第九條 然後 日本 的天皇 宣佈 從現在開始 所有的日本人 本來是日本天皇的豪民 變成日本天皇的國民 可是我們 我們仍然是什麼 皇民 所以我跟日本人說笑 慢慢是說笑啦 我講 我很當正的講 我說 你日本人看到我台灣的阿爸 要叫什麼 這樣去 狗狗 我為什麼叫你台灣人狗狗 我以前跟日本人跟你通知 我沒有錯 那個時候你日本人狗狗 我台灣是狗狗 但是路邊這個大哥死去 為什麼死去 見證失敗嘛 憲法叫人改去 所以日本人 那個大哥已經死去 現在的日本人是什麼 三弟 我們二哥生起來當大哥 三弟生起來當做二哥 所以你日本人 後來看台灣人 要先整理 日本人聽得都忘記了 這樣都黏黏黏 你不要做安義氣 我說實在 我告訴你 我這個法律 我都完全按照法律 所以 日本人有很多 看來台灣人 感覺都不一樣 我們去年八月十五個 我們去日本 那裡 製造 喔 日本很感動 補傳也有 那是日本的補傳 在八月十四號 都整幾天而已 八月十號 那製造 日本人說 哇 你們台灣人 跟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是日本人 來製造台灣 現在我們台灣 給他製造 因為那個芝麻米 有 去年 海嘯有 那個工程縣 那製造 西村多的 人 死掉 那個 那製造 紫麻米 那製造 海嘯 將那製造 鑫鎮那製造 那製造 採造 那製造 一製造 狀 最需要的是什麼 直樹嘛 我們就想說 這樣啦 我台灣民政務 上你 基金 直樹基金 雖然沒有這個 100萬而已 但是咱去 他們那些日本人是很高威的 我看那些小米 啊好笑 那些小米上大家都有夠高威 很恭敬的 怎麼跟我們說呢 我沒想到 你台灣人現在不只是富裕 而且你們台灣人已經凌駕於我們日本人 當然我們應該是他的哥哥 我台灣人現在的精神 是已經大日本 帝國時的日本人的精神 他們說是是 各自有什麼 所以咧 我們去給他指數 有一點點 過兩天你們在我們的官網 你們都看得到 他們說 現在的台灣跟日本時代的台灣 因為我們以前是殖民地的台灣 那是殖民地 但是就要殖民地變成正式的領土 而且領土一後 他們又去 給麥克克修改憲法 他們變成小弟 所以日本人現在對我們台灣的看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齁 要自己比較堅強 但是我們台灣人 我把它看到回來 我們台灣人讓國民黨是騙到默默默默 特別是台灣人的本性都改變起來 台灣人本來是高威 老實 輕輕 打下拼 你看這兩車輸去 你如果說有行李好做 你叫他說不要吃飯 他願意 你注意去看 你如果去國外這兩車輸去 如果12點到11點55分他就休息了 你說我來坐你的車要去做 他就說 我吃飯比較要緊 台灣人就不一樣 台灣人去做 台灣人要弄牛 他要繳稅金 你就沒有在觀光 你稅金繳得到還是不對 台灣人不要 沒有受苦 沒有智商 沒有智慧 你來想這個口 想到中文 那個那個 就是你要開始知道 你到底是誰 你到底是誰 我告訴李定輝說一個很經典的話 李定輝我有一次我問 你是不是 我不叫他總統 因為總統是中華民國總統 要見面就說他台灣人 你台灣人做中華民國總統很奇怪 我告訴李先生 我給你請教 你有說幾句話 我一直想都沒有 他說幾句話說什麼 我不是我的我 有沒有 我再說一次 我不是我的我 李定輝說的 我不是我的我 聽有這幾句話請你拿手 你知道這幾句話 藝術的拿手 一個 一個而已 聽不到請你拿手 我也聽不到 李先生跟我說 他說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說你也拜託 你不知道什麼意思 你說得怎樣 補助寫得那麼大 他說他那是他的智囊團下來 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我的我 我不是貴的那樣 我聽不到 我不是我 當然這個很 哲理很深 真的 這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 寫那個人 天災 你台灣人 到底是什麼人 到今天台灣人 搞不清楚 福加在兩千空兩年 我們去顧美國 有一個結論出來 五點 我們台灣人 沒有國際 你會說奇怪 我們的國際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國際 嚴格來說 到今天為止 尤其是大日本 對國 的國民 國際 有些人聽說 哇 比較快 讚啦讚啦 明天再去日本 告日本 請我申請日本的 佛教 NO 那個日本 已經改變了 已經憲法改過了 現在這個日本 和以前的大日本 帝國有一樣嗎 不一樣 現在的日本 名字叫做日本 其實不是叫做 以前的日本國 我們的日本國 是大日本帝國 教導你來說 所以有人去日本 申請 賠償 日本的國典法人 跟他們說 弄 給他補匯 不然你有到處理 你要問什麼 我們真的要申請 日本的國際 要向什麼申請 日本天皇 跟美國怎麼有關係 日本天皇 現在問題來了 只要日本天皇還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你聽到意思嗎 日本帝國 日本天皇有存在 大日本帝國就存在 問題是 大日本帝國沒辦法發佛教 是怎樣 大日本帝國現在存一個人 名字叫做天皇 所以你要搶給他 可以搶嗎 不可以搶 現在 美國去農安倍 安倍說 你去恢復 那種憲法 改變 恢復原來的憲法 所以他現在已經通過一個 集體自衛權 集體自衛權 通過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第九條改變 以前 因為他建設嘛 美國很害怕 美國說 夭壽 你日本跟台灣聯合 這樣就是世界最最強的國家 比較太強 以前的 電視世界之前的以前 美國是三流的國家 日本是一流的國家 你看 看這個世界 有世界歷史以來 什麼人敢打去美國的本土 現在有這兩個國家 兩個人 一個叫什麼 日本天皇 因為一舊 一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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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印尼 12月7號 珍珠港 突襲 有沒有 第二的是什麼 賓拿燈 去打那個 世貿大樓 兩個人 這位國家 只有什麼人 天皇 而已 什麼人 也沒辦法打去美國 所以美國很害怕 那時候很害怕 那就是 這個事情 剛才結束 到現在也很害怕 但是他現在覺得 讓中國爬起來 你日本 你若不讓他跟台灣 還回給原來 這樣要防止中國的發展 會有問題 所以 現在美國就鼓勵安倍 所以 你先 將現犯改變 集體智慧權 回合 什麼叫集體智慧權 所謂的集體智慧權 就是以前的現犯 規定說 日本你要點點 讓人把你把你把下去 吹下去 吹到 你才可以回首 你現在改變了 集體智慧什麼 你人還沒把你把 有這個動作 日本就可以先出手 這日本最厲害 日本有歷史以來 日本這個奇襲突襲 很厲害 日本最厲害 他要打敗什麼人 索連 這個世界什麼人要打敗 索連 像是一個國家而已 大一本地又打敗 日俄戰爭 你怎麼聽到沒有 就是 這也是天空的事情 那時候日俄戰爭 有一個很大的英雄 一直是我的偶像 這個人是 什麼人 你知道嗎 日俄戰爭 這個人 人家跟他說他是武將 不然 別說建政 就是世界大戰 日本先打美國 日俄戰爭 日本打敗 索連 其實 良心講話 若不是那兩兩元主堂 日本會建立 那兩兩元主堂 撐下去 兩天 八月六號到八月九號 日本是四十萬人 兩天裡面是四十萬人 日本聽到嚇到 哇 夭壽 這麼厲害 美國不知道要有幾十多元主堂 說到日本的滅亡 所以日本聽到 決定說 投降 我不希望整個日本被摧毀 其實 美國只有那兩顆而已 他也不知道 就只有那兩顆而已 他也沒有 美國也不知道那兩顆 有什麼好夠都不知道 但他已經導航了 所以導航以後呢 美國一直喊日本 不能做這個 不能做這個 不然讓我們台灣跟日本結束 台灣跟日本真的聯合作會 會怕死人 台灣的天氣很好 台灣人 又夭壽骨子 輕做 只要交稅金 不然要鄉收 台灣的農業 你不能小看台灣的農業 我去台東 有時候有一顆 那個什麼 穿車 那小孩頭那麼大顆 那一顆你全都吃不完 那日本人看到 哇 穿車 你知道日本 他們自己去種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鞋子 在那個 霸費公司在賣 霸費公司 霸費公司 那一顆鞋子 放得很高 用電池去擠 鞋子你知道嗎 芒果 一顆鞋子 多少年 你知道嗎 沙滿日幣 沙滿日幣 我們台灣的鞋子 那個在家裡出產的 那叫做 那叫做 福吾摩沙一號 那種 夭壽那個很 沒有錢 不是沒有錢 很薄的錢 那薄到什麼 像一張爪 那些爪 我送你電池 和代言水賓 那時候 他們太多都卡電池 喝了 這個外面不知道 有在賣嗎 我說要做什麼 哇 這麼好吃 總統很愛吃的 都沒有在賣 他自己 自己種 他在家裡 台灣真的 那個水果 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台灣 我覺得 後來我們台灣 我們主題以後 跟日本聯合 叫做什麼 common wills 這是1950年 聯合國 跟我們規定了 所以台灣不用想要動立 也不通話 你不用擔心 會怎樣 會跟日本 變成幫聯 聯邦 我們跟日本說得好 這樣 你日本去生產 青種的工業 我台灣生產農業 台灣的農業 台灣所種的水果 台灣所種的米 一個好 都不用稀金 直接拆去日本 也不用什麼錢 他不用檢查 兩邊是幫聯 對不對 如果這樣到那時候 我說台灣 會不得了 台灣的錢 會探不完 台灣的農 南部 在我三季 就是一年種三次 日本一年種一次 很奇怪 日本人種一次 日本農民的生活很好 台灣的農民 一年種三次 台灣的農民沒什麼生活 到底原因在哪裡 台灣的水果 生產過多 其實也不叫生產過多 那個產銷的管道沒有暢通 外面的政府出民 台灣所種的東西 馬上用飛機送去日本 都不用錢 你一年再送去 你生活不好嗎 日本的工業產品 青工業的產品 原來台灣 台灣人很愛用日本的電鍋 也不是 要電鍋 文盤 這些東西台灣人很愛 日本就 你在那裡做 你送給台灣就好了 台灣以後沒有這些 污染的工業 有污染的工業 讓中國去做就好 我們有錢 買就好了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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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水味頭 一顆多少 我已經九年 一年 人家送我兩顆 那個水味頭 好漂亮 不敢吃 這一個 五百塊 一顆水味頭 五百塊 加一顆 要十塊 不敢吃 但是呢 那也很甜 台灣 有辦法來生產這些東西 這不是台灣沒有政府 台灣人就不愛 給這個 中華民國 這個中國人 不愛給你台灣人賺錢 因為你台灣人賺錢 會把它翻過來 所以給你生活 越來越壞 你如果越壞 你就不會去插政治 你如果越來越壞 你只顧百度就好了 但是 所以中國人的策略跟政策 一切就是在奴役台灣人 給你做路 如果有一些台灣人 會去把他巴結 去把他 把他 把中國人 撲 這樣 因為 他也是統治我們台灣的人 台灣人都做路 從頭到尾 我跟台灣人做路 做路 很習慣 香港要把他改過來 改不過來 你跟他說 你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有可能 你跟他說 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的政府 有可能 你說不要選舉 有可能 來 我問你 你老實說 別看別人 有選舉以來 你不要跟人收到 人家幫你買票 或是收人家的鼓勵 請你吃飯什麼 請你油膽 你不要接受的請你給他唱 老老實實 好 手放了 三分之二 所以我請你問你 台灣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當然不是 台灣民進府接著政權 以後 我可以告訴他 三十年我不要選舉 我一定要交由 所有人 都知道 這個票不可以買 這張票是代表你的人性的價值 那時候要選舉才會選舉 所以台灣很主席 民進府 我們組織的政府 我們有參議院 有眾議院 我們有內閣 我們有軍 沒有軍隊 有那個黑雄軍團 就是不怕選舉 我們跟美國說 歡迎你繼續給我贊名 但是你贊名這樣 你要負責任 負什麼責任 我如果沒有錢你要花呢 波多里克就是這樣 波多里克 古巴 古代的福利賓 管道 都說一樣 是美國 人家掛給他的殖民地 如果沒有錢就找到 美國 所以波多里克的人 美國已經 1899年到今天 一百多年了 美國我告訴你 四五年前跟我說 他說 這波多里克 有夠拼圈 我跟他說 不然你變成我 美國五十一支 不然你就獨立 讓你們兩個給你選 到現在百多年了 波多里克的人 頭腦真好 雖然是飯堂 但是他都沒選 他都沒選 你跟他拼 你公投 公投 你說好好公投 第一次公投 說 台灣要不要獨立 波多里克要不要獨立 他那些政治人物 去跟老闆說 我跟你說 你如果獨立 你要做邊 你如果獨立 你要買軍會 你想清楚再蓋章 發夭壽 百分之八十說 我不要獨立 這不要獨立 公投嘛 四年一百 你就拼六個 我變成 八年美國說 等一下 不然這樣 變成五十一州 變成五十一州 那些政治人物說 好 就跟老闆說 我告訴你 變成五十一州 就要交聯邦稅 你不然變成美國人 變成美國人要交稅 很重啊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五十一州 是很糟糕喔 我先跟你說喔 還投票 還賣過 沒有人要變成五十一州 那美國想不想 美國啊 我叫你報到你的帥 你說這樣 獨立 跟五十一州 預期寫在標題裡面 紅投票 這樣可以嗎 美國這樣我真聰明 對不對 好 那真聰明 沒有人要說 還有老闆稅說 他等五十一州 因為美國的參議院 在那個 那個 二十一世紀的年初啊 通過說 美國不增加新的州 現在老闆稅 都把他等 我要當五十一州 啊等了喔 把那個國民說 我要當五十一州 國民拿了 就說我們在台北公的 我們在美國公不要做五十一州 你港大北五十一州 想要痛什麼 啊 還沒過 所以拖到現在 百幾年啊 很頭痛耶 每年他如果沒錢 他把美國公 錢拿來 這是什麼 因為他會贈而已嘛 我跟你說 我說這不是故事喔 這是事實喔 我去教台灣人 後來要走這條路 對不對 拍手 明天繼續來 各位同學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來吧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有時開始 下課休息十分鐘 再課休息十分鐘 我叫小 distill